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帮人就找到了通缉犯梁启超 说老梁 你不是很懂宪法吗 梁启超告诉宰泽 宰泽尚书老太后 说立宪有三大好处 第一 皇座永固 立宪国君主 不负实权 不负责任 永远被尊贷 所以你看今天英国女王还做女王呢 一年二百多万英镑的纳税人花的钱养了 这多好多爽啊 拿着钱就爽的 完了 不用办事 第二 内乱可谜 如果说我们搞了君主立宪 孙中山这帮人就别闹了 对吧 你们不是要宪法 你们不是要民主吗 我们一搞君主立宪 我们也可以有宪法有民主 所以第二个是内乱可谜 第三个是外患见青 是吧 为什么这西方国家老打我们 看不起我们 就因为我们跟他不一样 全世界只有我们这个德行 是吧 只有我们不一样 我们专制 是吧 我们跟林池 我们砍一头 只有我们这样 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搞了这个民主 是吧 我们走上民主道路跟世界都一样了 那西方各国也就不会这么敌对我们 所以立宪有三大好处 黄坐永固 是吧 外患见青 内乱可谜 1860年 英法联军入侵 火烧袁明园 其实当时跟着帮忙的还有中国的老百姓 当时的百姓到底是怎么想的 关注微信 袁腾飞工作室 回复袁明园 带你了解不为人知的真相